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中国进入全面抗战。此时,地无分南北,人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 国民政府为了因应战争形势,在中国境内规划战区划分。最初所辖范围为长城以南,以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为主,后来是战争实际情况及日军占领区域,分别做过三次大规模的更动。 从1937年开始,最出奇的五个战区,到1945年,全国划分增设为12个战区。 蒋介石于1937年,初期按照战斗序列,全国划分五个战区为。 第一战区,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。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长官。 第一战区,下辖第一、第二、第十四级团军。 第二战区,山西、查哈尔、隋远地区,由山西王延西山,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二战区,下辖第六、第七、第十八级团军。 十八级团军就是著名的巴陆军。 第三战区,江苏、浙江地区,冯玉祥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三战区,下辖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五、第十九级团军。 第四战区,广东、福建地区,何应亲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四战区,下辖第四、第十二集团军。 第五战区,山东南部、江苏北部地区,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五战区,下辖第三、第五集团军。 随着战事的发展,1937年10月26日,增设第七战区,以刘湘为司令长官。 下辖第八、第十五、第二十三集团军,在长江下游沿岸部防。 而第六战区,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。 但任命时,意外遭到西北军将领反对,使战区迟迟未能筹剑。 因此于1938年2月,正式撤销。 全面抗战开始时,实力最强的当属第三战区。 这里集结了国军的主力部队,包括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。 因此,当松护惠战打响后,第三战区,顽强坚守三个月之久,让日军损伤惨重,打破了日本想三越王华的狂言妄语。 1938年2月,随着战事的进展,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。 第一战区,在河南及安徽北部作战,城前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二战区,在山西作战,沿溪山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三战区,在江苏及浙江作战,雇驻同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四战区,在广东及广西作战,何应亲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五战区,在安徽及湖北北部,河南南部作战,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。 第六、第七战区撤销,令增设第八战区,守备宁夏、甘肃、青海地区,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。 1938年6月14日,增设第九战区,以臣称为司令长官,组织武汉保卫战。 在这期间,国军主力集结于第四、第五战区。 1938年3月至4月中旬,徐州会战中,第五战区在李宗仁率领下奋起作战,取得了台儿庄大捷。 毕商日军约两万余人,取得抗日战争以来最大胜利。 值得一提的是,第九战区刚刚增设,就打响了武汉会战。 武汉会战从6月打到10月。 国军第五战区及第九战区,在安徽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北四省的广大地区, 与日军英勇作战,以伤亡四十余万的代价,避伤日军25.7万。 其间发生了著名的万家领大结,74军重创日军第106师团。 最终虽然武汉失守,但武汉会战,迫使日军放弃速战速决计划,停止了战略进攻,抗战转入相持阶段。 1938年11月,蒋介石再次划分战区。 第一战区,辖河南及安徽一部,司令长官为魏力皇。 第二战区,辖山西及陕西一部,司令长官为延西山。 第三战区,辖苏南、宛南及镇敏两省,司令长官为顾驻同。 第四战区,辖广东、广西两省,司令长官为张发奎。 第五战区,辖安徽、湖北北部及河南南部,司令长官为李宗人。 第八战区,辖宁夏、甘肃、青海及隋远一部,司令长官为朱少良。 第九战区,辖湖北南部、湖南及江西两省,出其司令长官为陈城,后由薛岳代理。 第十战区,辖陕西省,司令长官为蒋鼎文。 在这八大战区中,实力最强的,当属第九战区。 著名的长沙会战,就发生在这里。 当时,国军与清华日军,在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,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,持续近一年。 双方总共投入兵力达到一百六十多万,日军六十六万人次,中国军队一百余万人次。 司令官薛岳,先后指挥四次长沙会战,并自创天炉战法,该战歼灭日军十万之众,有效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。 因此,薛岳被认为是,抗战中,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,有抗日战神之称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,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